hello大家好我是永瑟 这两天直播的时候 对我最近有在直播 但是是播的游戏 新人主播还在学习中 吃饭了 就是我直播的时候 看到弹幕说 想看那种狗血伦理片 这不就来了 当劲将狗 照进欧美电影盘点2.0 没有最狗血 只有更狗血 首当其冲要提的就是 混乱家族心酸事 各种黑话 各种复仇 各种代秋泡 阁楼之花四部曲 改编自一部 备受争议的经典著作 四部演下来 从古课到家族内 CP论敦 这些年来 我看过电影 论狗血程度 无人能出其忧 第一部中 花瓶母亲与叔叔私奔 生下四兄妹 而后丈夫去世 便带着孩子 重新投奔富有的娘家 因为出身原因 四兄妹不受待见 被姥姥关在阁楼里养大 畸形的环境 促使大儿子和二女儿 渐渐相恋 而母亲为了遗产 和新的婚姻 居然还对小儿子痛下杀手 最终幸存的三兄妹 与母亲彻底决裂 而第二部 三兄妹长大成人 狗血加倍 大哥和二姐忍痛分手 各寻新欢 但实际心里都放不下对方 二姐还被新欢家暴 刚还上对方的孩子 男的就死了 小妹更惨 因为童年阴影 患上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被母亲一刺激 就自杀了 二姐为了报复 就去绿了麻麻 然后又还上了对方的孩子 男的又死了 最后大哥还是接盘了 二姐和他的两个孩子 又凑齐了四个人 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到了第三部 CDR小孩又长大了 老二就是二姐跟继父的孩子 这孩子长大之后 有点阴郁 四兄妹的母亲 却又故意来接近他 这时老二 得知了他们家族的秘密 三冠被震碎 然后又被坏管家利用 从此黑花 险些灭了自己全家 而在最后一步 老二就彻底变成了大boss 超级艳女 还见不得别人好 先是设计害查了自己的哥哥 然后又睡了怀孕的大嫂 和收养的妹妹 最后当众公开几人的管线 吓了大嫂 当场生娃 随机跑路 最终成了四部的四兄妹大哥 用自己的死狼 化解了一家人的仇恨 就这个系列片子 平时打发时间下个饭 太合适了 而且演员颜值也不错 再来 欧美版潘金莲与新闻镜 同性出墙 飞红女巫 伊丽莎白奥尔森 和蛇院少爷 汤姆菲尔顿主演 改编自法国著名小说家 佐拉的同名小说 冲卡斯就想看 欧美还是那么美 不过在片中 她所饰演的特雷莎 几乎是欲望和悲剧的化身 她从小寄人篱下 生活在姑妈家 长大后 被迫嫁给了姑妈的儿子 卡米尔 卡米尔是个病秧子 姑妈如此 无非是想找人 接替自己 照顾儿子 但与特雷莎来说 这也无异于将其 摁在痛苦的泥沼中 她对爱情的渴望 和身体上的欲望 刚刚萌芽就要被熄灭了 直到她遇见 卡米尔的好友 劳伦特 二人开始频频偷情 最后甚至合伙 谋杀了 孱弱愚顿的卡米尔 堪称欧美版 潘金莲与西门庆了 天子的整体氛围偏沉重 在经典原著的打底下 人物心里 也是非常细腻 丝丝入口 特雷莎出轨 几乎是必然 她需要一个出口 不是劳伦特 也会是别人 这也让我想到了 革命之路里 女主的那段台词 那一版 无论是谁 她都会去做 但当这种对命运的反扑 变成了谋杀侵服后 一切就变了 当武大郎之死 不再有武松的复仇 只有姑妈 被蒙在鼓里的祝福 特雷莎就陷入了 深深的愧疚 潘金莲最终恨上了西门庆 走向了全员悲剧的结局 海王海后 棋逢对手 打阻坠妹 动真心 危险性游戏 这是1999年的一部老片 情节紧凑 前男帅女美 善于伪装光于心计的 白铁黑海后凯瑟琳 和精童撩妹的 浪荡公子海王萨巴斯丁 因为父母的再婚 结成了毫无血缘的 季雄妹 海王平时钓鱼无数 自诩没有他拿不下的女孩 除了凯瑟琳 前面段两人间的对手戏呢 也是暧昧感拉慢 炸肃感绝了 而主线剧情 开始与二人的一个赌约 海王准备去拿下 纯洁保守的校长女儿 但还会认为 她做不到 并提议打赌 如果海王失败 就得把不能跑车送他 反之如果成功 自己就陪他共度良小 然后海王就去追小白兔了 搞笑了 在影视剧里 没有一个海王 能逃得过小白兔的魔招 果然 萨巴斯丁很快沦陷了 他真的爱上了对方 但是凯瑟琳 直到此时候 就占有欲爆棚 企图吸引萨巴斯丁的注意 结果人家已经对他 完全没兴趣了 而且出于凯瑟琳的私人 这兄弟俩 中间还害了一个女孩 最终在凯瑟琳的设计下 被报复女孩 该女孩的心上人 校长女儿 以及萨巴斯丁 全都被拉住了 她的复仇计划大王 被她耍得团团转 当然最后 这对熊妹也是遭到了报应 就有种最有应得的悲剧感 想看这种题材电影 就可以满一下 而且该片播出同期 这个校长女儿和男主的代言者 瑞西·威瑟斯鹏和瑞恩·菲利普 也宣布结婚 不过06年又离了 另外 单从克CP的角度来讲 海王爱上小白兔 这个梗真是有点俗了 800个海王随手去抛小白兔 799个都会沦陷 涉嫌那一个 她拿的是配角君 我最开始以为 她能跟海后在一起呢 对吧 齐逢对手 双A强强护沙恩 我只能喜欢你 因为我们是一类人 这不更带感吗 个人想法 前面那个阁楼之花系列 咱只我之前做过嘛 后面这两部 我也有点想得空讲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点赞观众朋友上下 See you